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時候就跟舅舅一起 开始学布袋系 然后到了大概 国中16岁的时候 正式拜五州元 回五州 廖坤章老师 对 然后就 陶新格这个名字呢 是我爸爸来取的 然后后来拜师傅 廖坤章老师之后就 因为他是五州派 那我爸爸他是 取名阁派 所以呢 我们团名就叫 五州陶新格 五州为姓 陶新格为名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剧团是 大概成立在 民国78年左右 那时候有我爸爸 成立剧团 然后在这个 因为以前的剧团 比较盛行嘛 那在演出的当中 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系的 那到我接手之后 我就慢慢把它变成 结合现代 传统 创新 然后再以现在的 现代剧 然后配合声光效果爆破等等之类的 从而续油的 它可能就是八寸 然后一尺三 那现在呢 我们从我们的续油 已经到两尺了 电视不在续油 然后到我们三尺三 像今天晚上所演出的呢 可能就有很多观众没有看过的 比如说像跟人一样靠的戏友啊 然后一些爆破啊 然后我们把一些过去在演出的形式 再把它加上一些新的元素上去 对 这是今天演出的特色 其实要创新 但又要保持有传统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满难的一个 一个点 因为呢 你要现传统的东西 要把它加入现代的元素 当然是像老一辈可能就不能接受啦 比如说音乐方面啊 它可能以前的音乐 都是那种很很刺激的 那现在的音乐可能就比较柔和一点 桃园县市呢 可以说剧团呢 也没有很多 那我想说 我既然有学到这个记忆 那我想说把这个记忆呢 就把它发扬在我们整个桃园市 让更多人 更多观众来认识布袋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